楼玄影无辜地看着皇后,摊手道 皇后娘娘,玄影不知道您在说啥? 你就不怕本宫将你送交刑部审判吗? 刑部要审判,那也要有证据不是? 楼玄影轻笑了笑,撑着树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沾染的灰尘和草屑,抬头看向皇后,悠悠地道 池里的鱼死了,皇后推到玄影身上 佛法有道,鱼儿通灵性,他们是养在娘娘手中 一夜之间死去,娘娘难道不该想想,最近向佛的心可够虔诚 大胆,不知死活的小丫头,你竟然敢这样对皇后娘娘说话? 皇后没动怒,她身后的一名嬷嬷率先动怒了 娘娘吃摘念佛这么些年,难道这些道理都没参悟? 楼玄影并没有被那名老嬷嬷的气势所吓住,不怕死地继续说 小小年纪,你懂这些? 有的人一辈子都参不透某些道理 而有的人,轻易便能看透 与年岁无关,只看人心态 当然,我没经过一番大彻大悟 很多事只能通表面 皇后娘娘一定都看透了吧 皇后深邃的眼一直看着她 刚要张口说些什么 墨玄明暴怒的声音就在身后响起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参见皇上,皇上万福 众人纷纷跪下行礼 很快,就见庄心柔哭着朝墨玄明靠了过去 皇上,臣妾本想给皇后娘娘请安 可是楼玄影突然冲过来 教训了臣妾身边的奴才 还把臣妾打成这样 楼玄影扯着嘴角,冷冷讽笑 庄心柔还真能装 在皇上面前就装成温顺的妃子 背着皇上却一而再地想勾搭回墨景号 他还真想游刃于他们父子之间 皇上看着庄心柔那肿成猪头般的脸 一时之间有些无语 被他哭烦了 转头瞪向态度恶劣毫不知错的楼玄影 楼玄影,你又闹事了 朕让你来凤霞宫是学规矩的 你把规矩学哪儿去了 回皇上,该学的规矩 臣妾都已经学会了 只是路过此处 刚好看到仇人 那口气没咽下 就上前甩了他几巴掌 唉,谁让皇上强留我在宫中 不然也不会遇上他 楼玄影,你太嚣张了 当着朕的面 你还敢这样说话 简直无法无天 皇后,你就是这样教他规矩的 墨玄明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他简直是反了 皇上,臣女没有说错话 将心比心 若皇上拼死救了个人 却被反咬一口 臣女就不信 皇上能不气 如果皇上能忍下这口气 臣女甘愿受罚 庄心柔就算扇回我几巴掌 我也绝不反抗 楼玄影昂着脑袋 直面她的目光 毫不畏缩 墨玄明叹气 好烈的性子 霸气足够 只是若要担当重任 仍需要磨砺下烈性 来人 将柔飞鸟鸟送回庄华宫 直接宣御医前往 皇上 庄心柔咬着红唇 不一地扯着墨玄明胸前的衣襟 他不笨 皇上支退他下去 就是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墨玄明将他的手拉下 手一挥 是一宫女将他戴下去 如果情况允许 楼玄影很想吹声口哨 在他的折腾和庄心柔的作死下 他仿佛已经看到庄心柔 要失宠了 你们都下去 是 皇上 很快 宫女太监 全都从拱桥上撤走 楼玄影转身 就要跟着走 楼玄影 你站住 楼玄影的脚步顿住 不情不愿地转回身 他多想神不知鬼不觉地 跟着众人一起退下 这事总有结束的时候吧 你都闹上两回了 朕要是再纵容你 你让朕 怎么跟其他人交代 其实 也就只有庄心柔 这本来就是我跟他的恩怨 你睁只眼闭只眼 让我们自行处理不就行了 他低着脑袋 对起了手指 小声嘀咕道 让你们自行处理 只怕朕的爱妃 会被你整死吧 不 我本来就想着 这次再甩他几巴掌 然后跟他恩怨 一笔勾销的 楼玄影 朕朕有词地回话 墨玄明 头大的揉捏着眉心 你的性子究竟是怎样养成的 你的三个妹妹 个个都温顺乖巧 没有一个会像你这般刁满 对于墨玄明的话 楼玄影只送了他呵呵两次 他那三个妹妹温顺乖巧 好吧 希望收了他们的三位皇子 也能这样觉得 皇上 我要出宫 继续在皇宫待下去 会把我闷死 而且 越来越多的人 会因此而倒霉 所以 凤霞宫着火 皇后鱼池里的鱼 突然死了 都是你干的 皇上 话不能这么说 我可没承认 不过上次 有个算命先生 给我批过几句诗 鸡鸟练就鳞 驰鱼 思故冤 久在凡龙里 富得 反自然 说我心向自由 不可禁锢 否则 会出大事 楼玄影瞎掰一通 他在赌 皇后念佛 自然会信 皇上这么信寓言 没有不信这个的道理 那些坏事 确实都是他干的 有了墨小旗 给他带来的皇宫地图 他把凤霞宫的位置 都摸透了 昨晚 小院把手 还没那么森严 他翻窗出去 点的火 画了点八豆出来 顺手投向鱼池 也往井水里 投了点 他习惯 一次性 挑多点坏事干 至于后来 小院把手再严 又如何 他当有保镖守护 安稳地睡了一晚 瞎说 老玄影 别以为朕不了解你 满嘴谎言 没几句是真的 算命先生 也是你自己瞎掰出来的 皇上 臣女真的没有骗你 承西口 有个算命先生 你还偷溜出府 堂堂相辅千金 竟然抛头露面 成何体统 楼玄影 胡闹 留下他 不出几日 整个凤霞宫 都会被烧掉 皇上 随他去吧 随他去吧 我会以为朕不出了